大家好,我是阿杜 我现在是在山西泰园 我刚刚是出了这个春阳宫 现在我要去前面去找点吃的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它叫这个启凤街 我刚才问了一位大哥 他说从我现在所走的地方 一直往前走 看到一栋黄楼 然后再往右拐 那里会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我们去找一下 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栋很高的黄色楼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他说然后是右拐 但是现在我看到就是不进去 这两侧也是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铁锅妹妹 我们到这里来看一看 现在是面影端上来了 现在是面影端上来了 这是一个打黑的手工面 它这里距离这个春阳宫 也非常近 是步行过来的 吃一下 它一侧是鸡蛋西红树 一侧是这个肉酱 我们加一下辣子 附近这里吃面的地方还挺多的 它这个面还挺清净的 挺多朋友都告诉我来山西的地方 吃一下他当地的很多的客製面 哦那这这是你上次烤的那个了 还是嗯 挺辣椒 它这个面的味道呢还是很合格的 非常多的 筋道一点都不软 而且面和面 工具分开的 哇 它对西红色和这个肉酱的味道 混在一起呢 味道是香 还有新辣椒 喝下它汤汁 今天已经过了这个饭点 哇 还挺饿的 现在是已经快要吃完了 吃到下面呢 有很多 我之前 拌下来的肉酱 就在下面 现在是已经吃完了饭 我现在已经吃完了饭 它是一个大费的 薯红面 我以为这个薯红面 它是没有酱的 它上面呢也是放了很多的调料 有这个西红色 有这个肉酱 它的两种口味呢 混在一起 非常独特 这个面呢 非常精道 它这个价格呢 是小碗是8元 大费呢是10元 我要的是一个大费 好 这就是我们在太原市区的一个吃饭的视频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